我們今天來講一下長度的測量 同時傳達一些關於測量的基本原則 假設我們在測量的時候 想要測量例如說課本的長度 我們當然要用尺的0 要對準課本長邊的其中一端 那邊假設沒有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右端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出來它落在大概26.1多的地方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它到底落在哪裡呢 它落在的地方你可以看一下 現在這個長的這條線是26公分 然後呢這裡是26.1的地方 這裡當然就是26.2的地方 當然我們要加上單位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課本的長度 落在26.1到26.2的中間 那怎麼辦呢 我們當然可以說這個課本的長度 就是26.1公分 可是這樣好像不太甘願 因為我們明明知道 它比26.1來得多 又不到26.2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很確定的說 它應該是26.1級吧 所以26.1這三個數字還蠻確定的 我們覺得它一定是對 那可是26.1到底是1級呢 我們就是用肉眼去看一下 好像比一半來得少一點點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覺得我們可以判斷說 以我來講我會認為它應該蠻接近26.13的 或許你不這樣覺得 其實也沒有關係 可是就算你不這樣覺得 你也不會覺得它是什麼26.3 26.4 甚至25公分 不可能 那你一定會是認為是26.1級 至於說到底是幾 那我們意見可能會不一樣 OK 好 那我們就把26.1這三個數字 26.1這三個數字稱為 所謂的準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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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確值的意思就是它是正確的 沒有什麼爭議的 叫準確值 那麼後面的3呢 就叫做估計值 估計值的話 每個人 甚至你自己每次看 你可能都會不太肯定 你每次量的時候 大概會出一些數字上的出入 不一樣 大概就在估計值這邊 所以我們在測量的時候 我們會在準確值的下面 再加一位估計值 那以這個尺來講呢 它的最小刻度 最小刻度是公里 那所以26.1的那個1 其實就是公里 也就是最小單位 那我們會在最小單位的下面 再加一位估計值 可不可以更多呢 例如說我覺得它是26.1368725公分 那你會覺得這實在太離譜了吧 我們怎麼可能把兩個刻度 這麼小的刻度 用肉眼來分了這麼多份呢 所以我們就約定好 我們就是在準確值 也就是最小刻度 以這個詞來講是公里 下面取一位估計值 當作我們的測量的數據 那每一次測量 它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每一次測量 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不一樣的 那個差別大概就差在估計值 但是